台北是一家40年历史的老台菜馆 配角差点抢了主角的风采 原来店里随餐附赠的古早味布丁大受欢迎 甚至有顾客为了吃布丁专程来着吃饭 尽管只是一个饭后甜点 却是由老师傅亲自掌勺 每天新鲜现做 用传统铁锅熬煮焦糖 淋在纯鸡蛋做成的布丁上 每一口都吃得到浓浓的童年回忆 中午时分 台菜馆里十几位大厨忙着出菜 当客人还沉浸在鸡饭菜箱时 饭后甜点鸡蛋布丁 又把客人的味蕾带进时光隧道 很滑嫩这样子 然后它的焦糖也调得非常的好 味道比较浓 然后很香很甜很舒服 没有识下甜点的花俏 食谱中却满是鸡蛋香或者焦糖香 田中带着微微苦味 这款鸡蛋布丁是老台菜馆里快四十年来都没变的饭后甜点 读书读了一二十年 十几年回来好想再回味以前的味道 然后来吃他给我的感想就是跟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模一样 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历经塑化剂 毒淀粉还爆出品牌布丁竟然没有鸡蛋事件 老台菜馆里最单纯的甜蜜滋味意外爆红 很简单的食材就是鸡蛋牛奶跟一点糖 所以说我们的布丁它的存放期也是顶多两天 所以我们是每一天一定要做好几百个一直在循环 所以来我们店里都是可以吃到很新鲜的 因此从原本随餐附赠到后来客人专门来买 每天都得做近千个才够应付 夯到连专门掌勺的阿门师傅都吓一跳 阿门师傅负责做鸡蛋布丁已经有35年时间 他说鸡蛋布丁的灵魂就在于焦糖 能不能将白砂糖煮出香味 又带一丁点的苦味 这是掌勺时的大学问 烤心大火没关系 跟买的时候糖淹掉了对吗 那火要关小一点 如果你太大的话 它会贴到以后会一直加温度 它会控制它 高温透过铁锅快速传到 原本还可以看到的白砂糖迅速溶解 经过一阵分角已经成了深刻色 就是说那些人这样卡住就这样透明 好像看我这东西就要好了 这时阵阵焦糖香传出 只见阿门师又快速将它放在冷水锅里 瞬间几秒钟用水把它降温 我刚才南山的那个就是给它降温 稳定它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么不够一直降 一直加温一直加温 短短不到五分钟 高温带起的化学变化 让糖成了令人微笑的关键 这个问题就是我做得多 就是都我在做不太多 要稍稍轻砍 不过这个糖的问题 它冷来的时候它会搁搁 搁搁就不得了 当时做鸡蛋倒的时候 做鸡蛋倒的时候 它的烤箱开下去的时候 你真的要跟时间太早 焦糖处理好 接下来就是制作布丁 现在有多布丁都是这 矮菜是吗 矮菜是吗 所以里面没有加温吗 有的是这样子喔 鸡蛋布丁没有鸡蛋的 它是用那个蛋黄粉 真的啊 它那个是它的树化剂有没有 树化剂就有去夾一夾的 像一种的化学 它是化学原料的啊 蛋黄粉就是一种那个 它的树子有没有 阿门师傅口中最简单原料 在有心人手里却换成了 不简单物质 使得市面上吃到的布丁 图有外形却没有人魂 你这样打蛋的话 这个有一个安全性 你如果这样整个一粒一粒 如果刚才有这粒两炒的 不然整个都做鸡蛋 原料简单但好吃的诀窍 就在食材别例 蛋黄太多会太硬 水加太多会太软 就在蛋黄和蛋白下锅后 还要加进糖水 用力搅拌将双方密合在一块 他说布丁吃起来够扎实绵密 就是这道步骤 这样搅拌 你这样攒水跟蛋 还会把它打均匀 很好的 为什么要先滤过 因为里面有蛋白 有那一粒一粒 打不爽 你不过滤过的话 你布丁烤起来就有颗粒 吃到不明 你过滤过 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用餐后总会习惯上到甜点 作为店家对客人的打谢 也象征用餐圆满 有人用鸚鸭汤 嫌麻烦的就切水果 老台菜馆为了有不同风格 因此才研发出鸡蛋布丁 就这样一手传过一手 很多家庭更是从第一代吃到第四代 大家吃 大家喝了 这就是你的工作量已经增加了 你说这是真的 8点半还是9点就要来 这样喔 10点 10点钟 人家你睡 睡得还不够 时间还不够 我和这4点半 就要转过去来做 对啊 听说我这样的东西 那你的宰湖都听不到了 对 对 原料做好以后 就装填进模子里 最后以隔水方式 送进烤炉里烤熟 虽然看不到鸡蛋布丁的变化 但香气已经随着温度上升 弥漫整间厨房 用烤的 用隔水加烤的烤箱 好像烤烤的 那个蛋香会发出来 这就是说 可以告诉我怎么做 我就下来做了 因为我每天去做 每天去做 我才知道怎么做 怎么过程的 烤起来比较好 我自己去拿这样 差不多25分到半个小时了 烤的15分不可以 对 对 看你要选几次 我就选几次给你看 放入烤 就是一定 通过要15分 这15分之内 你一定不可以把它放开来看 因为这次就像我们 烤炉两样的意思 我们烤炉两样 是要吐一天 它才没参加 你现在让它一直加热 加热到差不多烤箱 差不多180度的时间 时间也差不多到15分了 你再叫我来看 叫我来看 我一定成型 成型 成型的时候 你还要成型 这个 也是 人家说 你也会把我弄 烤太久 它会变成型 经过高温沐浴 鸡蛋布丁成型 阿梅师傅说 冷藏一天后 会是最佳赏胃期 也因为每一个 都是纯手工制作 因此每倒扣一个 都是一种姿态 做不好就对了 去靠岸 看几个人 就几个眼睛 你轻着眼看 看成品就是 当然会很大 你如果做不好 一个就贴着来了 他是清理啊 对不对 他这个过程没有 他经常说 我来跟你合作固定 我说你以前来的 他说我问你几点来 我说我几点就来了 他就 他说没办法 没办法啦 我跟你睡没办法 今天你不敢这样跟我说过 对啦 对啦 不可以说的 你要剪掉喔 不以Q彈著称 但绵密的鸡蛋香中夹杂着 丝丝焦糖香气 每一口都蜜得旧与新知 散不绝口 这份纯粹滋味 意外和老台菜店的鸡肉料理 互相嘎唱 我们的鸡是由台湯厌鸡 对 矿山土鸡 还有这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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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水太滚喔 那个肉质也会裁掉 姜啊 蒜啊 酒啊 等等 就这样 经过一个多小时焖煮 吸爆老卤汤汁的鸡肉 圆嘟嘟的几乎摧弹可破 大师傅阿海施就是主鸡高手 果冻鸡啊 为什么是果冻鸡 精华都在这边 汤汁 甜汁也会很精华 冷脆以后它会被激动 当年老板娘李雪玉 原本是台北市建成市场的鸡饭 就在歌仔系小生杨丽花鼓励下 开启餐厅 专门做起鸡肉料理 三味鸡就是店里招牌 一次可以吃到白斩的五谷鸡 油鸡 还有烟熏鸡 熬出来的鸡汤除了炒菜用 鸡丁也可以跟豆腐结合 做成鲜嫩微辣的鸡家豆腐 几乎每周都必点了 吃起来会有幸福的感觉 更妙的是 浓郁鸡汤还取代清水 做成招牌鸡饭 鸡肉香香的鸡鸡 还有撒粿的鸡 鸡的鸡汤 这样都有减车 还有我们的蒜头 特别有鸡鸡汤 三种就加了煮 煮起来会很香 饭的很Q 很好吃 应该是七碗吧 反正只要吃到肉 玄庸佐水西米 为了煮出鸡香四溢 还带有微微蒜味的鸡饭 老台菜馆里还设有专人 每天就负责煮饭这项工作 每天要煮 快要十桶 开店四十年 黄经理在外场招呼 就已经三十八年 和客人寒暄 讲到身带受伤 性格圆融 倒成了店里灵魂人物 我们的这些老员工 大概连之都三十年起跳 所以我们的师傅 也是从年轻 一直就守着 我们这个厨房到现在 她说当年 民传毕业第二天 就来这报到 青春岁月 就和台菜馆一起度过 她回忆全盛时期 齐楼齐满着 等着用餐人潮 从港西隐兴 到镇山名流 一个个都来报到 主人一个 大概保镖随附要好几个 餐厅就没有独立包箱 尽管如此 现在名人 还是被味觉记忆牵着走 硬是来品尝不变的味道 为了给客人方便 今年推出的便当 还意外成了张忠卖便当 立法院邀请张忠博士演讲 叫了我们的便当 去请张忠博士 因为我没想到 当中我用餐的时候 这个记者呢 哇 特写镜头 拍了 拍了里面的内容 最基本的鸡肉 还有我们的这个 乳白菜 笋丝乳肉 然后我们的那个 鸡肉旁边的咸菜 丝跟我们的鸡蛋 40年来 尽管是做个点心 都不心存侥幸 老师傅们浑厚的锅底功夫 打造了始终不变的鸡蛋布丁 以不变应万变 另外让老台菜馆又有了能见度 面对挫折的态度 往往决定人生的高度 一个甜点师傅 国中的时候 因为父亲投资失利 他发奋读书 考上第一学府 还在补习班 教书赚学费 一边帮家里还债 毕业以后 他也成为补教界的名师 至于为什么转行卖甜点呢 其实是因为学生想创业 他大方资助 没想到店里生意不好 他又发挥了不认输的个性 白天教书 晚上摆摊 就这样深夜法式甜点的名号 才在台北街头走红 现在他辞去教职 专心做烘焙 也把工作室当成教室 把手艺和乐观的人生态度 传授给其他师傅 夜幕升起 台北市罗斯福路 变身川流不息的车盒 越夜越美 转进巷子内一样精彩 刚刚下班的时刻 极度低调的小店 才要开始欢迎光临 吃起来的话 城市会比较丰富一点 生巧克力塔的话 是我们的招牌 若不是店外的排队人龙 经过店门外 甚至不容易发现 这里有一家 人气爆棚的法式甜点店 他们的材质都是特别的好 对 都是挑选过的 这一款最好吃 酸酸甜甜的 超好吃的 100分 算蛮顶级的 其实它这个 是跟文华饭店的 可以比了 排晚上真的好辛苦 排得很长 排女儿排 要吃一口好滋味 客人得耐心排队 主厨们也要耗时准备 74年次的刘启任 原本的身份是高中补教界的数学名师 发展副业做法式甜点才短短六年 已经是台北业界知名的甜点师 自己的习惯是盲测 我把市面上找到哪有全部找来 全部把牌子拿掉 我们用鼻子用嘴巴用舌头去品尝说哪一个是我们要的东西 我选出真的好的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选原物料的原则 舌尖当标准 食材选用 随心所欲 真材实料 他说甜点要好吃 还有一个秘诀很重要 所有甜点都一样 是新鲜最好吃 原物料好 当然也是其中一个选项 但大家可以选好的原物料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下午4点钟开始营业 就是当天现做 所以我现在做得要赶大家4点钟 一般店大概12点钟 要做它必须前一天前两天做好 杏仁奶油馅静置一碗 在塔皮上挤花 然后进烤箱成为酥脆容器 主角生巧克力则是加加减减摸 摸索50次 最后端出50%加70%浓度的120%乘以 取得最完美的苦甜平衡 偏苦 对 一般超过70%的 其实一般平常不常吃巧克力 基本上是很难接受的 我里面其中一支巧克力 它是比较平 那时候算是比较 爬数没有那么高 可是它里面它的味道比较 一般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这次也可以打算 我们家的招牌 我一个设计是希望说 可以让不喜欢巧克力 怕巧克力苦的人 或是又怕甜的人 他都可以吃 巧克力搅拌到丝绸般 细致光滑 冠进烤好的塔皮 就是点台率超高的人气黑金 这一锅香草奶油加卡士达酱 得先加热把过多的水分收掉 让卡士达酱口感绵密滑顺 不会太过松散 接着屏东大午山的有机鸡蛋登场 要和糖玉米粉一起接力打发 尤其任坚持全手工制作 才能在韬客舌间尽显诚意 做一次的话大概是20颗蛋 我们一天大概炒60颗到100颗 所以要分一次炒 一天大概操作至少45次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好吃 也是因为这样的脚才滑顺 趕快把它光亮面 把它亮面给炒出来 但这个刚刚比起来 是不是比较不会融进去 你看在硬度 攒进去的速度变慢了 我现在大概是小的硬度 为什么 法式卡士达就会比较贵一点 就是人工很多 没什么秘诀 这东西大家都会做 就是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但你也可以买一台机器卡士达 倒进去就可以炒出来了 所以跟手炒的 你还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每天淡的水分都不一样 麻白事还没完 卡士达酱搅拌出象征绵密口感的光泽 要降温到10度才能填上塔皮 预防在降温过程中结块 得分成六次搅拌 超级考验甜点师的耐心 数学老师半路出家做甜点 算是人生的意外岔路 八年前他教过的学生想要开店 找老师合伙 爱护学生的刘启任 乐于鼓励年轻人创业 于是参与投资 没想到新手经验不足 做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投入了上百万资金 只剩下不值钱的设备能回收 设备卖不到钱 二手设备卖 基本上都是打到一成以下 那想说当初也投了他一两百万 那干脆我把他弄回工作室 我自己进去玩 那时刘启任晚上补习班下课后 就自己窝在厨房摸索 台大数学系高材生 资质聪颖 照着食谱自修 无识自通 出类旁通 坐着坐着也做出兴趣 每天从半夜坐到日出 晚上再带到课堂上 成了学生们最期待的劝学奖励 草莓在一水洗 你放了一小时它就开始烂 对 可是你一般电视机是不洗 我们家就尽量擦 就算一颗一颗擦 我们多的时候一天可能擦下 擦了三四千颗 就连日本人都觉得台湾草莓好吃 也是很多日本大师在台湾 做交流的时候 吃到我们的产品 他都指明说 他要买这个草莓鱼做 他说我们根本太犯规 我们有太好的品种的草莓 这款卡仕达草莓派色意双全 光是四分之一片 就有13颗草莓 田中带酸的季节限定 融合绵密的浓醇香 不只学生们爱 许多家长们也是粉丝 纷纷请子女们帮忙下单订购 脸书时代事情传得特别快 深夜限定的法式甜点意外爆红 捷运站外 棋楼下 排队人潮越排越多 成为业界的讨论话题 还登上了东森新闻的独家放送 怎么会出现说 有这样子在深夜11点过后 才开卖的蛋糕呢 而且不少人还真的都愿意 等到买到手之后才去睡觉 很可怕 那年的过年 我在 我把整个古亭的二号出口 七楼全部塞爆了 对 完全不够卖 最后打开大家围起来 剩下五份塔 有十个人想买怎么办 黑白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香港的朋友 特别跑来台湾被想买 可是最后黑白他 他输了 台大校园里 年轻学子们步调悠闲 尽情享受青春时光 相较之下 刘启任的大学时期则忙碌许多 头顶第一学府光环 大一时就已经出登场 穿梭在台大教室和补习班教室之间 切换学生和老师的角色身份 大二自己开补习班 营业额破千万 身兼老师跟老板 看似人生胜利组 其实是环境的淬炼 十二岁时遇上股市万点崩盘 父亲的投资全垮 住家被查封拍卖 不想造成家里的负担 刘启任国二时就自己搬到外面租屋 展开独立时代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努力活下去 那时候基本上来说 那个时候伙食都很少 中午人家吃营养午餐 我就买一十块钱的面包吃 然后晚上去补习班里面 然后去咬一个御饭团 如果补习班有多的便当 就可以吃多的便当 环境的挫折是阻力也可以是助力 刘启任一心一意不让父母担心 自律自发考上建中 晚上在补习班打工 当国中生的特服老师 最后又进了台大数学系 达成了很多人眼中的人生逆转胜 到现在回过头一讲 会觉得说也还好有那一段 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业上面 我就觉得说我不会怕失败 因为失败了最惨也就是那样 而且我现在比当年来得更有能力 人生从复数开始累积 尤其任鼓励年轻人 可努力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别只想着安逸的小确幸 眼光放远不要怕失败 勇敢朝着自己梦想的方向前进 而且我在教学过程中 一持续跟大家讲所有的我的创业故事 我觉得创业是一个年轻人的另外一条路 我希望大家不要局限在那种 考公务员啊 进大企业的那个心态 要勇于创业 其实我一直在鼓吹我的学生 如果你有能力你有想法 尽可能创业 因为我会觉得说 创业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法国进口的栗子泥和奶油莱姆酒 你浓我浓成为滋味丰富的栗子酱 质地细致的清爽白乳酪当基底 和大壶草莓一起三批 又是层次鲜明的招牌品项 它的用量非常的实在 草莓搭栗子就很惊喜 创业强调做好吃的甜点不难 难在于天天不厌其烦按部就班 把每个步骤进行到底 为了新鲜分批小量 每小时出炉一次 为了不造成附近邻居的困扰 2017年开始开了低调店面 继续点点吃三娃公 从无心插流到现在35位员工 旗下8位甜点师 尤其任期许自己成为称职好老板 给合理薪水满足成就感 让年轻伙伴工作上有学习有回报 做出的甜点才更有滋味 老板不想要培育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因为他拿不到好的薪水 他也不想要酒呆 甜点师不是一个高度技术者吗 为什么工程师可以拿到年薪100万 而甜点师一个月只有022k 23k和24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未来目标 他希望做出品牌口碑 继而成立甜点师认证 帮助年轻人受到认可 成为业界的抢手获 我觉得我就是个老师了 如果我就是个老师的情况之下 那我在做每一件事情 都会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 如何让周遭人变得更好 逆境中不妥协不放弃 顺境中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 尤其任的人生教室 手里教的不只是数学 厨房里甜的不只是法式甜点 很多时候创业是因为失业 像是这家粮糕店的老板娘工厂倒闭之后 她就决定要当自己的老板 为了去个市场 她试着把各种馅料加入传统的粮糕里头 这样的巧思 让高价桥下的小小摊位 成为顾客口耳相传的隐藏版美食 还温热的粮糕 经过清风吹拂 老板娘阿华手粉一抹 刀子一切就是入口的最好时机 我最爱吃黑桶的 黑桶的吃到铁肥 还减肥肥肥的水 黑桶了 或是连鸡吃起来都这样固固 好吃 吃得还没中到 所以说他们只要吃过一次 就会跑不掉了 绵密红豆老少咸宜 甜香黑糖女生最爱 爽脆莲子吃到赚到 每天清晨 阿华夫妻俩现做现卖 17年来就坚守梁高这一位 在最不起眼的建国高价桥下做生意 却有了最暖心的回应 有个客人其实他很好 他开车过去 然后他吃到 他都会跟你比这样 那甚至还有一个 应该是原住民嘛 很好笑 他的猪的姓得 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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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1999年开卖以来 不仅金门 马祖经常有民众宅配 还有日本和香港的粉丝 末路而来 大到做大事才想哭 真的耶 真的好累喔 他一次做都要几百斤耶 但自从老公身体亮起红灯后 就不敢再把自己当机器操 两位助手离开后 华姐和红哥每天变成限量制作 100盒做好了就不再加班 我以前是老婆揣的 太厉害了 我记得好像揣了快一年 她说八个月 我说奇怪 我记得好像快一年 所以老公都在这很支持的 我这旁边都一直满四肢 不行 不行 梁糕的基底不外乎 莲藕粉 地瓜粉 好几种粉料的搭配 在依浓度兑上热水 但要能做出细致的口感 粉料的黄金比例和经验值 就得相辅相成 不然有时候 转 三圈内 要停 要干嘛泡三圈 其实这很难界定 就这样子 要看你的经验 千 两圈 那就停了 就可以了 这跟你以前在投入公司 吹了企务工作 差很多耶 还没退休前 洪哥在同固工作 每天分析数字 千千万万 就在眼前来来去去 一个晚上五万块 一个晚上五万块 老闆娘 你知道老闆去 花那么多情绪 我只知道他很晚才回来 我不知道他去 他有时候去上课 我不知道他花那么多情绪 结果最主席有赚到吗 你觉得呢 没有赚到还会再赚到 没有赚到那有没有赚很多 有 洪哥定力超强 没被骨骸所迷惑 但华姐可赔惨了 赔多少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偏偏又遇上成衣公司倒闭 没了工作 这时候看到路边有人在卖粮糕 心一定就决定靠这一位 再把钱给赚回来 市面上所有的粉我都试过了 一瓜粉啊 白白粉啊 然后橙粉啊 据我所知 还有什么粉 没有粉啊 我有说什么都奇怪 但是其实那个是比例问题啊 比例然后比例真的很难调 花了一年时间 他把最难的关卡克服了 馅料方面 从花豆 绿豆 芋头 再到红豆 一定都是自己熬煮 熬大概三个小时以上 因为从大火再开中火 再开小火这样 他闷着一大火很快就烧焦了 外面衣服还蛮丁的 不敢 因为其实做吃的要很小心啊 也跟他说 我吃到不豆腾 我吃到怎样我就害了 真的就吃不完都就走 用做给家人吃的心情 来做给客人吃 因此制程非常谨慎 2000年刚开始卖的时候 是推个小摊车在街上走 但一直到晚上十点多 都还有一半没卖完 开豆浆店的妈妈 立刻拿到店里 请客人试吃 就是这一招 打开了良高的知名度 试吃完之后 很多司机麻烦好吃就好 大概一二十分钟就卖完 好快啊 我说 这样也可以卖啊 那隔天开始就开始这样试吃 一样在那个店面 妈妈的试吃妙招 帮他们开了生意大门 几天后 客人竟然自动站在店门前 等待良高出炉 口碑传开 夫妻俩信心打增 开始量产 甚至还成了批发商 供应给许多店家贩售 有时候切起来 这一块都没有豆子 那一块全部都豆子 这样不好吃 会影响客人的心情 有可能被客人这样嫌作吗 没有 我自己想 两家煮那个宜兰嘛 那我回去的话 就顺便买回去 我姐姐 我哥哥都八十几岁了 我就买回去给他吃这样子 水器也可以吃 不沾水器 他这不沾到的水器 比较细致 外面吃起来就是口感会比较 感觉到我个人的感觉 是比较粗糙一点 从早忙到晚 每天好几百斤量产 赚到钱却失去了健康 2010年后 决定缩小规模 每天做到刚刚好就好 完全是吃新鲜的 隔天还OK 顶多三天 十多年来 越来越多人 卖起这项小甜点 竞争多 口味就得创新求变 花豆凉糕 花豆经过黑糖蜜过 滋味变得濃郁 纯黑糖凉糕 自从推出后 经常是第一个卖完 秋冬天以后 买的会比较多 因为这个感觉 会更好吃 有点暖和 然后又有点冰冰的感觉 舒服啊 阿华姐的店铺很小 尤其路上只有车潮 没有人潮 但正所谓 未美不怕巷子声 适途老马 总会来到摊前 一盒凉糕 一罐鲜草茶 填补正餐间 不满足的味蕾 阿华姐做凉糕的坚定意志 早已经是无形的财富 到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